把脚拿上来 脚也不用了 手也不用了 现在它就是自己在开 大家好 我今天从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 飞回美国洛杉矶 临时需要回去处理一些事情 这阿尔巴尼亚首都的机场啊 正经首都蒂拉纳的国际机场 只有这一个航站楼 我也是醉了 我起了个大早 提前俩多小时 其实犯不上 所幸呢 还有一肯德基 只有14个登机口 哎不对 只有13个 还把13号登机口取消了 哎你说搞笑不搞笑 这就一个航站楼 13个登机口 完事 这道好管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从2022年1月带着小虎一起离开了美国 在欧洲旅行了一年零八个月 再次回到洛杉矶 还是满满的亲切感 临时我租到了一辆特斯拉 别说这还真是我人生第一次开电动车 当然我儿时在中山公园开过那种五毛钱一圈的电动车 不知道那算不算 我对特斯拉最大的好奇就是它的无人驾驶 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吧 好 我们今天来体验一下这个无人驾驶啊 这个不是广告啊 就是体验 好 我们来开始设定 提速以后 好了 我把速度降下来 咱们开30吧 30英里每小时 现在不用管它了 可以自己开了 可以把脚拿上来 脚也不用了 手也不用了 现在它就是自己在开 可以喝奶茶了 它同时呢还有一个功能 一键导航带你回家 你都不用管 你就设定家里的地址 然后一个按键 它自己就开车 把你送到家门口去了 有红灯等红灯 有车辆该避让避让该减速减速 你像前面现在就已经是红灯了 已经变成红灯了 它现在要 自己了 看 我的脚还在上面吧 手也没动 自己停下来了 等一下变绿灯的时候 它自己会起步的 我也第一次玩 挺过瘾 挺好玩 我第一次试的时候 我还真有点紧张 我说这台药不踩 可怎么办呀 结果那家伙还挺聪明 你看我现在手脚都没管 自己又起步了 是吧 就是很好玩 这个科技可以让人变得越来越懒 我喜欢 好了 现在要去我朋友为我准备的接风面 那必须是火锅了 那必须是火锅了 花椒鸡汤 哇塞 看看 和牛 和牛火锅 这得吃吧 这不要太开心 回落人机真的是 真的是天堂 真的是天堂 吃货的天堂 老万要大家喝啤酒比赛 两瓶 贴了 大家都没喝完两瓶 看看剩下的 谁剩的少 一三五年要死了 把唱歌出来谁去玩就会 一百块现金 让这女孩得了 好玩又好吃的洛杉矶 值得您来看看 好散会